以高雄中正国小为主体的台湾代表队 到美国参加小马联盟世界少棒锦标赛 传出了好消息 继台湾时间30号 击败了多名林家强队拿下首胜之后 昨天是在船夹击 以18比0击败了德州地主队 选手急出安打 奋力往蕾包冲去 台湾时间30号击败强队多名林家 拿下美国小马联盟世界少棒锦标赛首胜的台湾代表队 31号早上八点半 第二站对上德州地主队拉雷多 许多侨胞带着国旗到现场大喊台湾加油 以高雄中正国小为主体的代表队 首局先因对方投手违规 让江进席保送本磊拿下第一分 另一名球员江进尧则是带动全队得分关键 五次打击四次安打 其中包括一支青磊的三分打点安打 代表队以18比0提前在六局结束比赛 小江门攻守兼备表现亮眼 会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 他们一大早就到球场不断练习 原本印经费不足差点无法赴美的代表队 现在不负众望拿下两胜 只要下一场再获胜就能进入冠军赛 球员们也希望能报回冠军 回报各界对他们的帮助 记者陈焕宇孟昭全高雄报道